这个也是给蝴蝶兰那个频道做的视频 附在后面给您看看 一方面是后面的内容值得看一下 另一方面顺便给那个频道做个广告 正好手边有颗起死回生的蝴蝶兰 所以这期我们来聊一聊蝴蝶兰的抢救吧 蝴蝶兰的整个蜘蛛都有可能生病 如果确定这个病是有病菌的 那么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直接用药 植物生病是非常常见的 所以各地都应该有卖植物杀菌剂 这个在当地购买即可 如果并不是特别严重呢 稍微调理调理 用点偏方可能也可以 比方说调整一下养护方式 放在更通风的地方 或者说做个茶疗泡泡高亩酸胶水之类的 不论是用过药之后还是用过偏方之后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静养 这个静养的阶段比较关键 根据它的情况给它一个合适的环境 那么什么样的环境算是合适的环境呢 它应该是高湿透气温度合适 蝴蝶兰的湿生温度是18到28度 对光线的要求大致室内光线即可 好 接下来稍微详细地来解释一下 先说根据情况 大致有这么几种情况 叶子上出问题 根出问题 静不出问题 这其中最难抢救的是静出问题 因为它是中枢 一旦就不过来 叶子和根可能就分家了 我这个基本上就属于那种情况 根还好静烂了 叶子都掉光了 这种情况十有八九救不活 但个别情况也还是有的 这颗居然就冒心芽了 因为它的危险性 所以一旦发现静上出问题 或者靠近静的叶子出问题 一定赶紧先用药 还有救过来的可能性 同时观察一下生病的部位 能不能把生病的部位去掉一些 比方说用刀刮一刮之类的 视频的最后会具体说一下 这个是怎么抢救的 在抢救的初期 不要给静部喷水 可以喷药 但是不要喷清水 尽量保持静部干爽透气 那整个植株给水怎么办呢 只通过根部给水 小心地交在根部即可 如果是叶片出问题 把这个叶片剪掉 如果生病的只是叶片的某一部分 只把生病的那一部分剪掉 再稍微多剪掉相邻的一点好的部分就可以 剪完之后也还是要用一下药 叶片上的病如果距离花境比较远 相对的来说安全一点点 危险性没有那么大 不过呢也有一些病是治不好的 一直会带着 比方说病毒病 好在得这种病也还能开花 但是叶子确实很不好看 坑坑洼洼的 但因为它治不了 我们也就不治了 对这种植株 我们只需要正常养护 再来说根除问题 养蝴蝶蓝 烂根是很常见的问题 导致烂根的原因从养护上来说 很多情况下都是给水给多了 其次呢有可能是太久没有换盆 质料酸腐 而且质料还过于的紧 根部的透气性变得很差 肯定还有更多的原因 今天就不一一列举了 只说根烂了 我们怎么处理 如果是在换盆的时候 发现有烂根 把烂根修掉之后再重新上盆 如果不是很严重 倒也不用做什么特别的处理 如果觉得有点严重 也可以泡一下高姆酸甲水 整个根部泡高姆酸甲水 或者喷一些双氧水之类的 都可以 如果不是换盆 只是透过盆壁 发现根部有些腐烂 不是特别严重的 不需要打开重新换盆 不过这个也要分两种情况 如果您确定 只要用了很久 那就有可能是酸腐 出现烂根即便是不太多 也建议换新质量 因为质量如果已经开始老旧酸腐 只会越来越严重 还是换新的为好 但如果您能确定 质量并不是很旧 酸腐应该不太严重 那如果根烂得不严重 可以不需要换盆 只需要用大水 哗哗地冲一冲 如果盆里有些什么不好的东西 冲走即可 之后放在比较通风的位置 给水尽量按照干湿交替的方式给 慢慢的会恢复 如果不是很放心 或者根烂的稍微有点严重 也可以整盆泡一下高亩酸甲水 或者是从上面往下浇一些高亩酸甲水 目的是帮盆内杀杀菌 之后正常掩护即可 但是帮盆内杀菌 这件事情也是把双刃剑 因为高亩酸甲在杀菌的时候 并不会辨认是好菌还是坏菌 通通一概的就都灭了 所以尽量是有需要的时候 才使用高亩酸甲之类的灭菌药 如果烂根特别严重 非得换盆救治 那也就只能换盆救治了 即便只要还比较新 该换也得换 不过呢 如果是刚刚换盆不久 有的时候因为新换盆打扰到它 可能会有稍许的烂根 这个情况再忍耐一下 通常来讲不需要马上再次换盆 是可以过去的 这个也还主要观察其他的根 尤其是在有烂根的情况下 也同时有新根在生长 那这种情况就问题不大 前面说的各种情况 都是植株本身的情况 植株本身并不是孤立存在 在考虑对它的救治措施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到环境 如果您有可以调控的环境 那就给它一个通风透气 湿入在70%左右 温度在20几度波动 这么一个环境 但如果您是像我一样 只是家里的自然环境 那我们就需要另外想些办法 高湿的环境 我们可能做不到整个房间都高湿 但是小环境还是可以的 比方说用一些盒子罐子之类的 只要是能够提高湿度的方法 不在乎形式都可以 对于湿度的要求 根很少的 甚至是完全没有根的 尤其需要高湿 因为没有根嘛 主要通过叶子来吸收水分 叶子吸收水分 主要是从空气里吸收 如果是净和叶有问题 根还不错 在初期 可能湿度低一点的环境 反而更好 因为病菌也是喜欢高湿环境 所以低湿环境 对病菌也不是很有利 可以让蝴蝶兰通过根来吸水 净和叶处在比较干爽的环境 这样更好 至于温度 如果不能调控 比如说像我这 冬季基本上都在20度以下 这个温度是不太利于蝴蝶兰 生根长一二的 低温环境 蝴蝶兰生长会被抑制 还长甚至是完全不生长 对水分的需求也会很低 同时低温蒸发也会很少 低温还会让蝴蝶兰植株 特别脆弱 特别容易生病 所以如果是在低温环境下 抢救有问题的蝴蝶兰 之前说的那些换盆啊 泡钢蒙酸加水啊 等等一系列大动作的操作 尽量都不要做 蝴蝶也尽量以保持干爽 透气为主 只在干透之后 选择一个温暖的中午 稍稍的给一点水即可 如果是制药盆栽的 尽量不要泡盆 因为泡过盆之后 质料会吸收到比较多的水 低温环境下过于是更容易生病 同时低温也会让泡透的质料 要花很久才能干透 冬季低温环境下的操作思路就是 留的青山寨 不怕没柴烧 只提供最基本的需求 维持着即可 等到春季之后 再开始其他的操作 如果问题是出在根上 对光的需求也不会很高 因为原材料不足 再多的光也没有用 所以基本上室内的散射光就够了 如果问题是出在叶子上 根还挺好 可以给它一个光 稍微明亮一点的位置 会比较有利于它病欲恢复 不过也有例外 如果完全没有叶子 普通室内光就可以了 因为它没有叶子 去吸收更多的光 至于空气流通 良好的空气流通 一定是有利于植株的 所以不论是植株 有问题还是没有问题 我们都尽量给它一个 空气流通比较好的环境 通过前面的讲解 具体的这颗 我是怎么抢救的 我猜您大致上 也已经明白 我的抢救思路了吧 所以就只简单来说一下 具体的抢救要点 这是去年收的一颗 花后打折花 到家之后呢 它就一直 基本上没有恢复过来 一副不要活了的样子 越来越衰弱 最后全部的叶片都掉光了 就是这个饰品封面的这颗 曾经用过药 喷过杀菌剂 但也无济于事 不过倒也始终 还有一些可以工作的根 所以呢 没有放弃 盆内的情况是这样的 底部有一层桃粒 根的上方有一点点水苔 那一船根中间 基本上什么都没有 非常的空 根部会非常的透气 桃粒是无机物 本身不会腐烂 放在最下面 把根点高 外套盆里放着水 给上方的根部提供湿气 水会泡到桃粒 但基本上不会泡到根 水苔是有机物 是有可能腐烂的 但是在最上方 比较透气 经常又都是特别干的 所以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加这一点水苔的目的 是稍微阻挡一下下方的水器 不至于跑得那么顺流 现在的季节是冬末 气温回升 几乎相当于是初春了吧 发现出了这个芽之后 我才给稍微多一点水 上面的水苔呢 也保持有一定的湿度 之前上方的水苔 几乎总是干干的 下面的水也不多 而且是完全干的透透的 一点水都没有之后 才加一点点水 因为之前是冬季 温度很低 用水不多 它连叶子都没有 用水就更少 整个冬季 净那个位置都是干干的 干的连病菌都放弃工作了 温度回升之后 这个小芽就冒出来了 抢救的这盆放置的位置是浴室 某个角落 光线并不好 但通风还是不错的 一个是人经常走动 抽风机会每天都开 窗户也会开 湿度在整个居家环境来说 也算是比较湿的地方了 抢救它呢 并不麻烦 它是需要非常长的时间 所以是旧活出了问题的那颗 还是说重新买一颗 这个就由您自己决定了 好 谢谢收看 下期再见